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瓦顿的这家陶瓷博物馆正式的名字叫公主博物馆 1731年 德国王室一位名叫玛丽亚的公主 嫁给了荷兰来瓦顿当地一个贵族小伙子 此后二人便在这里定居下来 然而没过几年 玛丽亚公主的丈夫就病逝了 由于早已习惯了这里宁静而祥和的生活 玛丽亚一直没有离开过莱瓦顿 她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她的余生 直到1765年去世 玛丽亚公主去世后 她所居住的宅邸数度易住 直至1917年 当地市政府决定让这栋建筑成为势力博物馆 如今我们看到的瓷器博物馆就是当年玛丽亚公主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这也是公主博物馆的来历 在一楼的皇室餐厅里依然保留着当年玛丽亚公主结婚宴席的情景 桌子上奢华的玻璃和瓷器器皿无不显示着皇室的气派与豪华 看到这里您可能会问 如今博物馆里位为大官的瓷器真品 也都是玛丽亚公主当年所收藏的吗 其实这些美词与公主无关 他们的拥有者是一位名叫奥德曼的荷兰律师 那么他为何收藏这么多瓷器 尤其是中国瓷器呢 话说当奥德曼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 有一天他到外祖母的房间玩耍 想不到比一个小狐狸造型的瓷器首先映入了他的眼帘 奥德曼被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西汉玩意儿深深吸引住了 从此他并与瓷器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看似不经意的举动也奠定了他未来的收藏之路 奥德曼一生收藏了三千多件来自世界各地的瓷器真品 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 其中宋元明清几朝的民谣精品数不胜数 然而奥德曼先生寻导的脚步从未踏上过中国这片土地 他的一生甚至没有离开过欧洲 那么奥德曼为何能够收藏数量如此众多的中国瓷器呢 他结婚了一生 但他的妻子她来自贵的家庭 所以他能够购买砂漠和其他东西 而且他曾经理解释 所以当人们死亡 他担心的贡献 他说有时如果人们没有钱 他说我没关系 我喜欢那小碗 所以我喜欢那小碗 否则你只会给我那小碗 《飘洋过海》 寻访中国古词 《讲心独具》 《在线华夏文明》 《国宝档案》 讲述荷兰藏中国古词的故事 奥德曼不仅利用工作的机会广罗瓷器 他还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朋友 帮他搜集瓷器 怀揣着对于瓷器的热爱 经过数年的积累 奥德曼逐渐积累了令人炸舌的收藏 于是他创立了瓷器博物馆并自认馆长 这面墙上陈列的瓷器 是奥德曼的一个朋友捐赠 这位朋友曾经常年在印尼居住 收藏了很多中国销往东南亚的外销词 听说奥德曼的博物馆开张 慷慨解囊将全部收藏赠送给他的博物馆 奥德曼夫妇由于膝下无子女 在晚年立起了遗嘱 在他们去世后 以他们的全部财产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他生前收藏的所有瓷器 全部由基金会所有并进行管理 由莱瓦顿市政府出房屋 奥德曼基金会出展品 这就构成了现在这座 以瓷器为主要收藏的公主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 荷兰全国总共有大约一千多座博物馆 博物馆密度居世界第一 然而专门收藏展出瓷器的博物馆 唯有公主博物馆一家 并且这里以馆藏丰富的中国陶瓷 享誉欧洲 这些大大小小不同图案风格的瓷器 让人眼前一亮 青花瓷高低不同 错落有质的摆放在掌柜中 一个柜子里面至少也有十几件 珍贵的青花瓷器 在这里整整摆满了几个大掌柜 从清中期开始 瓷板化的发展走向了兴盛 当时的瓷化艺人致力于 把纸垫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器上 因此瓷板化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成为重要的商品瓷 眼前这件瓷器名叫 吐豪鼠虚斩 通体是黑用 乍看起来 它们的造型平淡无奇 色泽也不绚丽 在外人眼里 可能会以为是农家使用的饭碗 其实它却是一件无价之宝 所谓兔蚝 就是泥坯在烧成中 右面经过火的烧灼发生了化学变化 右面出现兔子蚝毛一样 竖项排列的真状细纹 这是福建建阳窑最富特色的产品 有趣的是 吐豪鼠虚斩 看起来好似广东人吃饭用的饭碗 其实它却是用来喝茶的 只是比人们常见的茶杯 茶中要大得多 全世界现存福建建阳窑的 吐豪展数量极少 北京故宫藏有几件 而远在荷兰莱瓦顿 这座瓷器博物馆 居然也收藏一件 可见其民族珍贵 在以前的节目中 我们曾经介绍过许多青铜器 可是您见过青铜炉灶吗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的一次展览中 我们看到了2500年前的青铜炉灶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是什么样子的 这座瓷器卫物馆 我们看到了6000年 丁大月的天日 人倍墙远在嘟 除够了9000年 不如5mm 是什么样子的